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色匆匆的人群中 这个人心事重重 来报案的这位前先生是江苏省张家岗市人 他自己经营了一家化工企业 因为生意往来频繁 经常需要携带大量现金到外地出差 据钱先生反映 丢失的一万一千二百元现金当时是装在一个钱包里 钱包还在 外面的皮包也完毫无损 那么在飞机上有什么状况没有 飞机上没什么状况 应该不可能的 飞机上基本上我就放在行李箱上面 基本上没有 不可能的吧 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我没去过其他地方 我就直接回家了 回家了我就放在家里面 到今天发现没有了 对 钱先生说3月7号下午他从北京坐飞机到武西的 然后回去以后那个包一直待在身上 直到3月8号晚上他来送朋友 到了机场以后他打开包准备去买东西 发现里面的钱不见了 钱先生发现钱丢失已经是行程结束的第二天 警方立即着手 细查旅行过程中钱最有可能丢失的环节 他们首先注意的是 钱先生登机前在首都机场的这个时间段 首先在领取登机牌的过程中 钱先生会不会像有些乘客一样 只顾打电话全然不顾自己的行李呢 没有没有没有 接下来在排队等待安检的时候 他会不会又像有些乘客一样 忽视了自己身后的行李呢 每个地方我就一直背着 背着身上的 背着身上的 另外在后机大厅后机时 他会不会睡着了 或者专心看报纸 给那小偷以可乘之机呢 这些情况都一一得到了否定 随后警方又将视线转移到了 飞机降落在无锡朔放机场后的这个时间段 那个提行李的地方人确实是买多的 是不是脑子在偷掉的 民警调取了钱先生在无锡机场提取行李时的监控录像 可是仔细看下来监控录像中没有发现钱被小偷盗窃的画面 钱先生这趟旅行中的各个环节 警方都进行了仔细的推敲 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破案线索 那么那一万多现金怎么就会不一而非了呢 我们百事不得其解 直到这个时候 我们又接到了另外一期报案 这期报案呢 是从广州飞往无锡的一个飞机 下来一个旅客 是严先生 跟之前钱先生第二天才来报案 稍有不同的事 这个严先生是当千就来了 他出了机场 入住了苏州的一家酒店 发现现金不见了 就立即返回 他向民警反映 原来放在箱子里的现金不见了 入住宾馆了 那么就说 因为我要拿信用卡 那我拿信用卡是这发现 就发现我那个八万块现金 由五万不一而非 因为你那个现金量有这么大的话 你的那个报纸 这个报纸已经就塌下去了 整个人的心 就像被雷击一样 会蒙 蒙在那里 严先生也是一家企业的老总 因为生意往来 也经常需要携带大量的现金 乘坐飞机 据严先生回忆 他的包在上飞机和下飞机的过程中 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视线 当天他乘坐公司的车到了广州白云机场 期间没有停过 行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手 来到机场换取登机牌和排队安检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手提了行李箱 严先生没有拖运行李 上飞机之后 他直接把装有八万元现金的包放在了行李舱内 飞机降落后 他又直接从机场乘坐公司派来的车 到达了广州的酒店 当晚入住酒店之后 他才发现包里用报纸包着的八万元现金 只剩下了三万 从路上到飞机场的这段阶段 行李没有离开过视线 到了机场换登机牌的时候 行李也没有离开视线 这个下了飞机被公司车辆接走的时候 也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视线 那么这个钱上哪去了 我们也感觉到很有困惑了 各个环节被盗的可能性 被一一排除之后 就唯独只剩下了一个可疑的地点 那就是飞翔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 那么有没有可能 严先生的钱是在飞机上被人爬切了呢 买机票需要凭身份证实名购买 在机场又要经过严格的安检 小偷如果上飞机作案难度极大 他们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上飞机道歉了 民警开始向严先生询问飞机上的情况 没想到这么一问 竟然为案件的侦破找到了突破口 那天也没有发现一样的情况 机舱门一关 那么跟着呢 就是什么呢 流浪控制 那这个时候呢 就人们马上就 机舱上的人们呢 马上就会有的去开箱子拿东西 就说拿电脑啊 或者拿书籍来看啊 那我呢 就是上飞机就想睡觉那种 严先生这个时候 他就发言出一个情况 他有上飞机 睡觉的这个习惯 这一点就引起了我们警方的关注 严先生跟很多经常坐飞机的人一样 有这样一个习惯 就是上了飞机之后 睡会儿觉 养精蓄锐 洗手间 洗完洗手间回来 那就发现 最后那一排 没有人那个坐 那我刚好我在那一会儿就睡觉 由此看来 严先生的视线 至少在两个时间段 与自己的行李箱完全脱离 一是他去厕所 二是在飞机最后一排的空位上睡觉 如果这个案件成立的话 应该发生案件的最大的可能 就是在机舱里 那么在飞机飞行了两个小时内 在万米高空的机舱里 真的会有人从座位上站起 打开行李箱 打开行李舱 打开严先生的包 倒走那五万元现金吗 警方认为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他们调出了每位乘客的乘机登记信息 再将每个人的身份证号码 输入到全国户籍信息查询系统中 逐一进行排查 排摸旅客 实际上当时就是基于 为了想在旅客当中看看 能否发现 是否有前科列迹的人员 或者什么的 一查之下 一个重要的线索被发现了 在查找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了有一个叫 陆潘林的这个名字的 这个身份证号码 在全国人口信息网上 无法查找到 查无此人 将陆潘林的身份证号码 输入到查询系统后 结果竟然是没有符合条件的记录 这说明 这个叫陆潘林的乘客 使用了假的身份证登机 而且尤为突出的情况是什么 这个陆潘林所坐的位置 正好就是在被害人的后面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当班飞机 所有乘客通过安检时的 图像资料中 警方找到了他 在全国人口信息系统中 叫陆潘林的人只有两个 通过照片比对 很明显这两个人 都不是乘坐飞机的那个陆潘林 而且那个陆潘林 在飞机上的座位 恰好就在丢钱的严先生身后 这仅仅是个巧合吗 从买票到安检 坐飞机可得过几关 取假名持假证 嫌疑人怎么也能飞上门天 而且他这个假证上面的照片 全都是他本人的照片 一张作案人的照片终于找到了 但他是谁呢 订票点有医官发现 这个人你见过没有 这个人就听不懂 肩上有贼 金说法继续不出 如果说严先生的钱 是在飞机上被偷的 那么之前报案的那位钱先生 他的钱是不是也在飞机上被偷的呢 警方决定把这两起案件 并按侦查 而且找回了当时报案的钱先生 你仔细想一想 当时你在坐飞机的时候 都做了些什么 我基本上没做什么 上了飞机一个 我把包放好 放好了之后 就拿来两张包子 看看包子 看看包子 那么小睡了一会儿 那么等拆车来了 吃了点晚餐 就这样 其他也没什么 没什么是吧 那么那个时候 你跟那个 你的行李包 有没有拖离你的视线呢 我没 我一直就放在上面呢 一直放在上面 你有没有一直盯着看呢 没有一直盯着 有了严先生案件的经验 警方也同样 将钱先生当班飞机上 所有乘客的身份信息 进行了比对 如果钱先生的钱 也是在飞机上被盗的 那么窃贼 也就会在乘客之中 果然一番比对之后 警方又发现了刘忠凯 发现有一个叫刘忠凯的 也是使用假身份证 而且这个刘忠凯 他换乘的这个座位 也正好是在被害人的后排 所以这个刘忠凯的嫌疑 也进一步上升 因为前期案件 时间较早 安检视频资料没有保留 警方没有取到刘忠凯的图像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刘忠凯 跟那个陆潘林一样 使用了假证登机 他居然也恰好坐在了 施主的后排 随即警方又查看了 陆潘林和刘忠凯 在民航系统中的 所有成绩记录 没想到 这两个人竟然数十次 坐过飞机 两个拿假身份证的人 几十次登机 可能吗 但是从目前的记录来看 这两个人确实成功登机了 他们是怎么登上飞机的 飞机上的盗窃案 是这两个人干的吗 他们是不是一伙人呢 我们接着来看警方的调查 这个场面 是坐过飞机的人都很熟悉的 在登机前 需要乘客 持本人的身份证和机票 通过安检 那么 一张假的身份证 怎么就能通过安检呢 因为它伪造的 都是一代身份证 那么一代身份证 它的真伪识别 往往都是靠热眼去识别的 而且它这个假证 上面的照片 全都是它本人的照片 所以过安检的时候 照片跟本人是相符合的 但是内容信息 我们的安检员 他是没办法识别 其实不只是安检 还有订票环节 订票时也需要 出示本人的身份证 进行实名购票 如果身份证号码是伪造的 那么嫌疑人又是如何 顶上机票的呢 他所制作的这些假身份证 编的这些号码 在逻辑上 就是都没有什么差错 在这种情况下来 就是一般来说 这个航空公司啊 包括购票点啊 他们对这个身份证号码 他们是没有办法审查的 如此看来 别有用心的人 是有可能找到漏洞的 警方才想 陆盘龄跟刘中凯 有多达数十次的成绩记录 在没有被发现之前 很有可能在近期 还会再次使用 这两个假身份证乘坐飞机 于是警方在机场 加强了互控 以图直接找到 送上门来的嫌疑人 可是几个星期下来 这两个人并没有出现 那么怎么办 我们就调整了工作思路 决定从源头查起 警方驱车 是正在赶往浙江省同乡市 因为他们已经查到 那个叫陆潘林的人 是在同乡的某个订票点 订了机票 那里就是案件的源头 在订票点工作人员的配合下 侦探员开始 对近期的订票单据逐一查找 没有意外 陆潘林当时的订票记录出现了 然而意外的是 在陆潘林的这张订票单据上 出现了另外一个名字 助致富 这张票是陆潘林订的是吧 对 这个这样签的字是什么意思 是助致富来订票的 给那个陆潘林来订票 这是说助致富帮陆派来订票的 对 这个人他自己叫助致富 对 这个字是他自己签的 对 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 陆潘林的机票 是由这个叫助致富的人来购买的 那么助致富又是谁呢 他跟陆潘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助致富这个人 经常帮一些朋友来买票 但是每次来呢 他就是报个名字 留个身份证号码 订好票了 过一段时间他就过来取票 侦察员继续仔细查找近期的其他订票单据 很快侦察员就有了更加意外的发现 结果在查找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我们发现了 有一个叫刘宗凯的人名字 而刘宗凯这个名字 恰恰就是三月份 首期案件使用假证的那个名字 也叫刘宗凯 让人号码 50226197092 09033 这个跟这个 订票点的发现 让作案人现了原刑 他真名彭徽 但彭徽并不在家 他仍在作案途中 有铜像为证 当我们获取到刘宗凯的照片的时候 结果一看图像资料 就跟陆潘宁的图像资料一比对 结果完全失败 万米高空 警方拍到了彭徽一举的作品 天上飞贼 落地废勤 我有个报纸打开 发现里面他们就钱 天上有贼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个助支付 为什么要帮陆潘宁和刘宗凯 用假身份证来订票呢 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请这个后方就是帮我们 这边查掉了一下 查掉之后发现 助支付也是假证 核对之后 警方确定 助支付也使用了假的身份证 他的真实身份 好像一时无法知道了 现在唯一真实的就是照片了 其他的应该说都是假的 在订票点 侦察员拿出了陆潘宁的照片 你见过没有 这个人就是助支付啊 工作人员的话 居然又是一个意外 我对你说他当时都是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就对我们说我换一万块钱 以后的话就打电话过来 你们从那个钱里扣 警方向工作人员仔细询问了 有关这个助支付的一些情况 叫助支付这个人 他是操的一口外的一口 不是本地人 但是每次来呢 除了就是步行过来 或者就是骑电动车过来 那么当时我们就感觉这个人 他的生活基础应该就在这个 订票点的附近 侦察员来到了这个订票点 所在辖区的派出所 如果警方的推断成立 嫌疑人的生活范围就在订票点附近 那么在派出所的外来人口 赞助登记表中 是有可能找到他的 侦察员按照陆潘宁的照片 在登记表中仔细比对 一张熟悉的脸出现了 但是他的名字叫彭辉 从照片来看 这个叫彭辉的人就是陆潘宁 这一发现 让侦察员们十分兴奋 查到这里 警方的心里有了一个等事 可以推断 陆潘林等于朱之父 等于彭辉 他们同为一个人 彭辉就是侦察员要找的人 彭辉的赞助地并不难找 警方对他的赞助地进行了布控 并没有贸然抓捕 抓获 使用假证的人 也不能完全说明 他就是在飞机上 作案盗窃的对象 警方了解到 这个彭辉现在没在家 没在家就有可能在飞机上 在飞机上就有可能继续作案 而继续作案就有可能露出马脚 那么他的马脚会露在哪呢 警方对已经掌握的助治副 陆潘宁和刘中凯 这三张假身份证 进行了不间断的监控 令人振奋的消息 从周边的机场船来 刘中凯的安检图像查到了 刘中凯有一次在周边城市飞行的记录 并且也获取到了刘中凯的照片 当我们获取到刘中凯的照片的时候 结果一看图像资料的时候 跟陆潘宁的图像资料一比对 结果完全就是一个人 这也就是说 这个叫刘中凯的人也是彭辉 在北京彭辉出现了 发回来的协查反馈 他们在他们的旅客信息 航空旅客信息里面 发现有一个王孝国的人 有多次的成绩记录 而且这个人使用的这个身份证号码 警察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可能是假证 他发回来我一看这个照片 跟我们在案件上的陆潘宁 长得很像 你看他们也是同一个人 我看是一个人 又多了一个假证 不管他叫什么 频频登机 使用假证的就是这个人 在这里我可能要提醒各位留意了 刚才最后出现的那张假身份证 也就是目前警方掌握的最新的这张假身份证 名字叫王孝国 现在王孝国又订票了 他要从杭州飞往北京 无论是破案也好 取证也好 这一次绝对不能再放过这个机会 在掌握到彭辉的行踪之后 专案组随即对抓捕方案进行了讨论 你没有证据 你没有证据 你到时候你那个前面的案子 你怎么样去突破 能他上去不作案 也有这种可能性 或者说作案不成功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你考虑 他有那么多的成绩记录 他上去干什么 他就是作案 那我们想他只要上飞机 肯定是考虑作案的 这个概率应该很大的 基于这种思路 警方的对策 是跟着这个彭辉一起上飞机 是到了登机的时候 才锁定这个嫌疑人 这个人就是彭辉 这次乘机 他使用的名字是王孝国 其他旅客还没坐好的时候 彭辉就开始翻动别人的包了 这个包里没有他想要的东西 飞机在等待起飞时 他又一次起身 旁若无人的拿下了一个别人的包 这次他得手了 一个白色信封被彭辉从包里拿出 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在这个航班上 彭辉竟然还有第三次盗窃 这一次他竟然走到了侦察员的旁边 他在侦察员的头顶拿下了一个包 很从容的打开翻找 当时我还看着他一眼 他也看着我一眼 很从容 给我一个眼神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包是我的 你看我干嘛 飞机一落地 这个叫王孝国的彭辉 就被警察带走了 看到警方摆出的证据 彭辉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 第一起 钱先生的现金被盗的案件 他是这样交代的 打开看里面有地大权 有大权 我没有手 我就把它马上拆起来 放我这个上衣的左口袋里 第二起 严先生五万元的现金被盗案 也是他干的 我就用手 把他的衣服 因为他箱里面有衣服 我们翻了一下 把这衣服 翻了一下 发现有一包 包纸包的东西 我就把包纸打开 发现里面上是钱 就是一打一打的钱 我就拿了 包纸包的下 同乡 警方对彭辉的赞助地 依法进行搜查时 发现了大量的 假的身份证件 和盗窃所得的账款 对彭辉盗窃案的侦查 仍在进行 而警方认为 机上盗窃案频发的教训 乘客们也应该好好总结 特别是上了飞机以后 您的行李一定要放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 下飞机之前 一定要看看是否少了财物 如果发现少了财物 要及时和地面的公安机关报案 而针对在案件侦破中所发现的 第一代身份证使用中所存在的漏洞 警方已经安排了应对之策 彭辉绝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飞机上的小偷 尽管他换了很多的名字 但是他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不过对于乘客们来讲 但凡有小偷的存在 对于您的财务安全 那就是一个威胁 人身安全的保障和警惕 绝不能放弃 感谢您关注本期 进入说法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进入说法 再见